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有网友自动自觉把我们的节目在9点稍后的时间放在YouTube上 所以大家只要在YouTube上也好 在RTV平台上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 现在一个星期暂时还有慢慢发展 可能现在做五天了 可以试播一段期间看看效果如何 上次第一、二集的时候大家觉得声音不太好 现在也有些改善 由于是试播阶段 所以每一集我们都找一些和我们比较为耐的来帮忙做节目 第一集找了大帮 第二集老蕭 第三集找了Q仔 这一集我们找到我的兄弟 摩哥 大家好 摩哥第一次来说TV 这里的格局有点不同 我们在MyRadio那里我们都会拍下他 但拍下他那里是一部机的 这里是三部机的电视的做法 认得你比较英俊 当然了 你今早早先说新鲜意 你今早早审任志光有什么可以说的 有什么不可以说的 任志光可以说的 那不是闭门 很简单 任志光今天是有备而来的 其实他有几样东西 第一是我们拿文件他就不给 现在还在打不密官司 但他在拉斜 必要时如果他继续横抗 有没有理由的话 我们就可能叫黄仁龙用妙事大法会最高去 当然黄仁龙做不做我不知 他有没有辩解我也不知道 但今天他很有备 当梁爱芬你都已经恶有限了 梁美芬 梁美芬 没错了 他这个 朱黄勋一问他 他就在那里西游 朱黄勋就说 喂主席 他西游 制止他 我还问另一个问题 谁知道何宗泰就不制止 那麁志光就说 喂我作工他读那段东西出来 我要讲事实的全部 就玩他一次 到我的时候 我一开阻就已经说我不是很信他 然后再说两个话 他就说 梁爱芬现在正在做陈述 不是在问问题 是在说他的意见 对我构成什么 那麽都可以 那主席没有制止你 主席没有制止我 那即是说主席 其实他说我便说主席 所以说任志光人非常狡猾 他都没所谓 那麽现在九月他就下来了 他都赚足了 其实他为什麽会忌我 第一 第一 我踢八卦几次 第二 就是我说他 因为说回鼠黄昏 那样东西 那样东西 说完就说要说事实的全部 我立刻起床说 规程问题 我主要有什麽规程问题 我说他说 事实的全部 其实他都不给文件 我们还说什麽事实的全部 有什麽资格说 那麽还人在心 跟着我再问他那些 因为应棍 应棍 因为他就说 如果金管局有全权做 可能好些 那麽 那麽他就说 没有 而当年 这个证券大法 就是立法会通过 但是他忘记了说一样东西 证券大法2002年 二读 2002年年尾 他就和他的马审联徒 搞了一个 证监会和金管局的 量解备忘录 互换 就将证监会的权 给了部分 就是他现在老人家的权 去银行视察 去银行看看 别人有没有错 还有有事开file 调查 他是绕过立法会 去问证监会拿权 拿完之后不用 他有什麽资格说话 其实这件事 我想都会拖很长时间 但是现在政府可能 就要想办法救火 因为七一 雷曼虎主 现在就放声气 譬如他说 我有四万个虎主 或者当好 真的很积极 要争取自己权益的 有一万个虎主 每个 一个家庭 就找五个人去游行 那也有五万 他现在说十万人 那就是空了政府 我觉得 那个人是很巧的 这个巧 很可能会对政府 构成一个压力 那他为了要减轻七一 就是那个效应 和那个游行人数 减少的话 那他可能就真的 找些银行 喂 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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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他们解决相关的问题 我上次问了陈家强 因为根据证监条例 因为证监会在处理这个 卖证券的过程里面 无论是产品还是销售 如果他发觉那些人有问题 即销售的人有问题 他是可以根据证监条例 为了减轻投资的损失 和这个金融稳定 是可以和他做交易 就是我不告你 新红基础单就是这样 你赔钱 这一件事为什么做不到呢 所以我先兴见到这个任志港 他怎样呢 因为他拿着个案子 四万个案子 做了几百个 他都有面目见江东父老 他还在说 喂 那现在你为什么不给个权 证监会查先 证监会拖头给个备忘录 那时候不是法例来的 那个备忘录第四点写明 这个不会构成法权的转移 今天我都没有空问他 已经被他截了 因为他鼓励 他骂了我四分钟 还没试过这么多 如果你看到呢 今天就会翻桌 不过我都忍着道气 我为了你苦着 喂 如果他是做到足够的案子 扔给证监 或者给证监开的时候 累积了足够的数量的时候 就可以动用证监条例 和银行家讲数 如果不够案子 那说什么 应该要去的 因为他上次说了回购 现在没有了夏文 你怕 那时候 叮咛的姿态很高 回购 叫银行 银行又说答应 结果现在拍都没有 其实任志刚 老实说 因为他在金管局这个黄国 这个独立黄国这么多年 他应付那些立法会议员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你明白吗 即是可能撞到毛哥 就比较难前些 他是代表我们社民 去参加这个所谓雷曼小组 开始扔我 是吧 即是变了他就可能 其他那些人 他真的当你没到 他真的 因为第一 你的立法会议员又不懂 是吧 然后他就 他在那里转弯门角 偷换概念 是吧 转移视线 就是 老实说这些是他擅长的 而且他真的 他在这个位置太久了 你明白吗 他都可以玩到出神入神的 公道这么说 若果他不是当年 2002年他做沙皇 要拿回部分权 根据银监会条例 他这次是百分之百利 因为我们香港是没有银行有事的 所以他经常说一说 你不要说那么多 银监会是金管局其中的一部分 你银监会做得很不等于你 是做事 因为你保持整个银行系统的稳定 你去查账 我看看他那些资本充足率 那些 但是 depositor和investor 即是说 银行存户和投资 可以有法律的责任保护 他没有做到 现在其实很简单 我们用民间智慧 就是说 大哥你销售这些产品 大哥你害人的 那些产品是 是吧 很简单 我们先看看结果 结果就是 现在有四万多个苦主 你雷曼就刮老衬 就是这么多东西 是吧 他慢慢强调 当时写了很多文章 即是示警 大哥你写文章 哪个看你任志光的文章 是吧 你发神经 今天我在 我就会问他 哪个有空看你的文章 大哥 又长又臭 你最紧要很清楚 在电视上 他不是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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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电视或立法会上公开 告诉别人 现在大件事 雷曼倒闭 你拿着雷曼债券 你敢不敢说这些东西 他说不行 有道德的责任 如果评论任何 那你现在也是 你说事警 对于这些有价债 对于这些债券 或者这些产品 你提出事件 等于警部长出来说 我知道今天有十宗罪案 产生了 那有什么意思 你写文章 一千万一年 就叫你写文章 你傻了吗 只是写文 谁看你的文章 这么多专家 学者 他现在就是狡辩 就是这样 他说我写文章 而且他现在豁出去 老实说 他根本就做到九月 就没办法 现在就是他的仇人 以前陈德林做那个位 政府现在投行 找谁做特首办主任 他就理你都傻 你计算他这十几年 一年还一千万 没计算 没计算 第二些就是收入 你说他在赚多少钱 不是 这样赚一亿多千万 可以发达 对不对 不是 他有没有炒股票 我真的不知道 他这条奸人 他还要想 他将来 等一等 方便箭接 休息一休